胡静杨什么活儿 不知道被你们管理员给邀请上了 打啥字这个下面 我在下面打就是这个政府的这个国家发展的好了 能不能别说敏感字 国家发展的好了你说这国家的功劳 这个出现问题了你说国家不归锅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 那我问问你哪个事应该被给被锅 哪个事替你被锅 如果说不归 如果你认为都不应该被锅的话 那么功劳也不应该承担 因为责任责任和权利是最等的 你不是你这是存事点空扣帽子喊口 我问你预售许可证是不是国家允许 预售许可证五证三书给你你才能开始盖楼 楼盖好之前不能买你为什么要买七法 错的 预售许可证出了之后开房间可以销售房屋 这是国家允许 可以预售好吧 可以预售 对呀预售就是你可以销售啊 不一样不一样 一样我是学法律 你不要你学法律的奖 我是干房地产的 好吗 你在预售的时候 你卖的是七房哥们 你卖你盖好的时候卖的是现房 七房跟现房一样 也就是说国家是允许销售七房的 国家允许销售七房 那你愿意买 那么国家允许销售七房 七房出现了问题 谁承担责任 来风险有没有 我再问你 你回答不了我问题吗 你回答不了我问题吗 美国的七房如果出现了问题 一样你作为房东 这块地必须得先是你的 听懂了吗 地不是你的话 没有人去给你付 我问你美国出现了 这个 你听不懂人话吗 哥们 地 property 是开发商承担责任 你的地 还是购房者承担责任 购房者 地如果是你的 购房者承担的是保证新的责任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你着急说话呀哥们 要不你上巴拉巴拉这边来来 行不行 购房者承担的是保证新的责任 你跟人听不懂 把嘴闭上 儿个屁儿 来 你上巴拉巴拉这边 你哥这边不也是小号吗 上巴拉巴拉这边来 我给抖音这边敬个音 别回头又给我抬走行不行 你上巴拉巴拉这边我给你唠来 你框框抢啥麦来 我给你打开你告诉我行不行 敢不敢就完事了来 我今天不上小偷音你难受是吧来 行不行 能不能下一个 你要敬我音就没有必要再来 能不能下一个 我的意思说 能不能下一个 我说两个 别给这废话 能不能下一个 没有的话 现在下一个 叫大头鹰不怼人 现在进来全屋欢迎你 行不行 我把这边敬个音咋俩过去落下 你别跟着 你别跟着抢话说 行不行 你光光跟着念稿中间 别人依据不能问啊 隔美国那房子开发上 地不是你的话 你能盖啊 空地摆在地上以后 你想盖盖个盖个 盖个以后房子归你 地归谁啊 你是律师 来我今天跟你律师对个线 行不行 能不能来 我再给你打开 一句说一句废话别说 你但凡说一句废话给你提了啊 能不能来 你要说什么 能不能来 上巴拉巴拉来找我来 巴拉是什么东西 上破绽小破绽 能不能来 有人公平给你打了 能不能下 下打一个现在过来的大头 我什么区别 区别 区别在这说话不能敏感 明白吧 敏感说话直不见抬走 你行的话你现在就下 行不行 叫一样的名我等你 能不能来 那可以啊 没有问题 来现在下来快点 好了以后进 好了以后直接进我屋里打字啊 来那个巴拉巴拉这边给我盯着公平啊 我等你 灌着你毛病 来配个伴奏 允许你卖 问你几个问题 美国法律允许你整小葱 整完了以后 你开了车了撞了人了跑 他为什么要抓你 嗯 整完了以后你失控了 你做出控制不了的事 你他为什么要抓你 来 等你抓紧抓紧下载 抓紧抓紧来啊 那个巴拉巴拉这边被烧平 等着他 下载下载快 来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爱恨成百里因过也输过 所以你搜大头鹰就行 我正在直播 我刷开 感谢陈总的热气球啊 我一会儿这边静音啊 你们就看表情就完了 现在给你大名打出来啊 哦哦 感谢我死盖哥 宇宙之心 哎死盖哥 我那个卫一 我我我那个那个卫一 那个已经已经那个款式定下来了 回头你给我打个板啊 转场转场稍等一会儿啊 跟你这种人跟你好好唠嗑不行 跟你讲道理你就强化出 来我给麦克风拿出 我一宿妹妹妹拽在麦克风 来往这边转转 来一本就这么开始了啊 来了吗 哪一个来 来 哥还没听完等你了 来来来来点连麦点 点点上连麦来 嗯 吵架吵不过 还请人帮忙 我就说我打眼瞅你一眼 我都不会看后面的 去搜搜大头鹰EV6 哎 上麦 哪个是你 我都没看着 哪哪有申请啊 好奇 好奇你可以搜一下大头鹰EV6 我说实话我也就是学历低 我学历的方高点 你让我当个律师 你们全使 饿死你们 搁哪儿呢 点连麦啊 组团来 探天打不回 我我给这个开完皮啊 你在那等我别动了 我回来再给你开皮啊 点连麦 搁哪儿的人 人 不说来了吗 胡敬尧 来点连麦 连你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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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开皮 来我今天我今天给这个 我给这个自称律师 我给他开开皮 我正好我正好震慑一下胡律师 咋的铁现实没网啊 翻墙下载啊 这哪个软件下这么半天呢 别刷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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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屏看不着了 跟哪儿呢 这人那人呢 来来来点连麦 叫啥名 你们光光给这刷屏 我都看不着 哪个是他 胡敬尧哪个是 全网找你呢 胡敬尧律师 等你注册 没事 给我拉滚刀 人呢 来点上连麦 你来了 六来了点上连麦 来 哪个是 来1097是不是你 是我 是你来 好等会我把这边关上啊 好 来吧你说吧 来我问问你 我问你 预售证是拿什么资格去申请的 你说的是不是五证 五证三书是你的 是你的这个开发商资质证 你才能开始建你的楼盘 预售证拿什么去 拿什么去申请 所谓的五证 第一个是土地实用 土地的规划许可证 第二个 不是我问你 我问你预售证 你不现在不讨论的是房屋预售证吗 对啊 你不能直接回家问题吗 有了预售许可证 是不是预售许可证包不包含 我问你预售许可证包不包含 承诺你购买方能够拿到这个现房 包不包含 如果没有这个承诺 你销售的什么房屋 你别管 如果没有这个承诺 我就问你预售许可证包不包含 承诺你拿到现房 你买苹果的时候包不包 你别说那个没有用的废话 哥们预售许可证包不包含 那我就问你 你现在讨论的是房子 讨论苹果咋啦 等会再讨论 苹果买期货也有一样有 有这个拿不着货的风险 明白吗 你现在买的是期货 预售许可证是你具备销售资格 懂吗 别他们在这滚刀行吗 允许 允许你是因为你具备这个资质 你在这块 你这片地皮已经拍到你手里了 你具备建商的资格 所以就给你预售许可证 不代表要对这个预售许可证 给你保证最后交到现房 你滚什么刀呢 我问你一点 是谁给开发商 政府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 政府给你预售许可证 开发商的五证三书 是房屋质量减占给你批的 懂吗 政府应该不应该承担 承担你吗 政府应该承担你生 你生到这个地上 不应该承担任何其他东西 来 我现在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 预售许可证 只是你现在有销售的资格 没有人对你这个房子 要不要拿到现房去做任何保障 因为你现在要的是七房 明白吗 七房在你拿到手里面 有没有被这个跑路 或者是崩盘的风险 这个在你的合同书里面写的清清楚 你不管 那你到你妈那个人 我不管你是傻 你是傻 所以我不管 你有意思吗 咋啦咋聊啊 我不是骂人 我骂的是狗哥们 我现在就问你 预售许可证要不要 给你保证 你不用在这儿降水 我就问你 我就问问你 预售许可证上面 有没有这个资格 说必须得给你交现房 没有 这句话你逼逼啥 为什么一定要政府给你承担 政府给你承担 你一定挣钱吗 我就问你 你现房在交钱的时候 再拿到七房的时候 这个中间会不会产生差价 你从七房开始拿钱 现房到你手里一天不住 你已经涨价 凭什么政府要保证你能挣到钱呢 政府让你可以卖这个东西 凭什么保证这个房子 能给你做成现房呢 你在买七房的时候 不知道他们现房有风险吗 凭什么给你兜这个底啊 哪个人保证你生出来 一定他们能当一个好人呢 你妈当时生你说知道这个事吗 我问你啊 把这些话说完之后 我再回复 我现在问你了 政府在给预售许可证的时候 要不要告诉你啊 这个房一定能够做成建房 我问你有没有 好 你问完了没有 我问完了 我问完了你说吧 我能说了啊 你直接回答我问题 好 我现在就回答你问题 非常直接的我问你 有没有 我问你 政府是不是在颁发预售许可证 不承担任何责任 政府颁发预售许可证 只需要你具备证明这块地是你的 你具备开发商资格 你有能力去开发这块地 你有资金备案就可以了 凭什么给你保证你这房子 一定能盖得出来 你盖到快封顶的时候 开发这个开发商整个团队 团队人都跑了连人跑了 谁能替你担保呢 你妈生你的时候都保证不了 你今天是个好人 谁能替你担保呢 我想问问你 政府允许你卖允许你卖的是什么 是什么七房吗 谁给你担保变成现房啊 你自己这叫投资行为懂吗 你为什么不买现房呢 我问你 如果他担保不好 为什么允许销售 担保的是你可以销售 你具备销售资格 这块地是你的 只是到此为止 我告诉你 一块地从批到你手里的拿规划 再到后来盖好 我告诉你 一块地 你听我跟你说 政府的责任在哪里 如果说今天你买了这个现房 这个地没有符合规格 政府是需要负责任的 明白吗 我问你 咋了 美国销售的七房 跑了以后你认灾 这个人他如果要是 我告诉你了 我告诉你了 不用往下说 聪明人说话 开个头知道你说啥 美国如果你买了一个七房 如果中间开发厂跑路了 你可以告他 如果他名下没有任何财产 他直接告你 那咋的 房东承担 首先在美国一块地 如果想盖房子的话 是开发厂承担 我告诉你 是房东承担 你别他妈给这降了 我跟美国待15年 你给我这秀你妈呢 你到美国待过 你干过建商 我他妈general contractor 登记在案呢 你给我叫啥呢 我再问你 你叫啥板呢 让我说完 你问你妈 你把嘴闭上来 我现在问你 我现在问你 在美国一块地上 如果这块地不是我的 我作为开发商 凭什么在上面盖房 我问你 你这个有什么区别 中国也是 什么叫有什么区别 中国的一块地皮 你必须得批给开发商 开发商拿规划了以后 你申请过了以后 你才能去申请啊 对不对 你才能拿证啊 对吧 那有什么问题呢 那什么就有什么问题 你他妈过来滚刀了 你是啥XX吧 那他妈开发商 一个地是开发商的 一个地是他妈用 是那个户主的 一个地是开发商 一个地是户主 你告诉我 有什么区别啊 如果地是户主的 就地是户主来负责 如果地是开发商 就开发商来负责 就这么简单 凭什么轮到政府 来负责呢 对吧 对不对 你说完了吗 我说完了 来你现在直接回答问题 别滚刀 别滚刀 直接你别再跟我说 你直接跟我说 美国的地是房东自己的 请的开发商来盖地 如果开发商想 想卖这块地再压 美国的地是房东自己的 中国你是政府的 你是有使用权 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 使用权70年之内 我怎么去规划它 政府只要批准 我就可以预售 预售了以后 能不能变成县房 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听懂了吗 那你政府承担什么责任呢 我承担你妈责任 如果政府给了你县房住 政府这个房子塌了 如果这个房子 我要告诉你政府监管责任在哪了 房屋质量减占对你的房子 我现在在跟你说话呢 你的房子70年之后是国家 你拥有70年的使用权 明白吗 你的房子拥有70年的使用权 你不用跟这在这照你的稿上念 我现在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 你的房子 但凡如果想你要想住的话 政府必须得对你的房子 必须得对你的房子 产生一个什么 质量检验 你的房子你说你妈 你把嘴闭上吧 你叫啥叫啊 你喊也没有用 你明白吗 我这是专业压迈克的 没人能听见你说啥 我现在告诉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啊 政府给你的预售房屋 没有人需要给你担保 它会变成县房 当有一天变成县房 政府来收工验收的时候 如果你住进去这个房子 房子塌了 这是政府要来负责的 明白吗 我现在告诉你的 没有人需要在七房变成县房中间 为你担保 为你担保的人 是什么 是开发商 能不能信得过开发商 这属于你自己的风险预估 懂吗 没有人需要对你的投资行为负责 给你兜底 保证你一定挣钱 听懂了吗 啊 你在这叫什么版 政府给你批预售证 为什么要保证你的房子一定能收到县房呢 你告诉我 我问你 我问你 为什么政府要承担责任 因为从政府到银行 甚至到开发商 全部 在中国这个特殊体制之下 几乎全部都是由国家控制 那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证明的 从哪是从国家控制 从一块地皮公开开始招标 然后到你头 头纳这个策划书 再到你的策划书批准 跟政府有鸡毛关系啊 你是干过 还是你懂啊 哥们儿 你是干过 还是你懂 我想问问你 你 你从一块地招标 你作为一个开发商 拿到这块地 然后再交上你的蓝图 批准你的方案 跟政府有鸡毛关系 我想知道 你地是从哪拿的 地是从 你从政府批从哪 从别人手里买随便你 政府只需要 我告诉你政府只需要 对你这块地 你未来想干的东西 他允不允许 他来负这个责任 我告诉你政府的责任在哪 我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 作为房屋质量检验站 他是为国家福利的 如果房屋质量检验站 在你的房屋竣工的时候 没有检验出质量问题 如果你的此时房子倒了 那他就要负责 就这么简单 没有人需要对你的投资行为负责 负你妈责呀 你妈给你伸出来 都没负责 到今天你活成这个 他给你负什么责 你告诉我啊 对不对 谁有必要替你去考虑这东西 如果政府要一定给你保证 七房变成县房的话 每个人把钱直接拿了 投资房地产不就好了吗 做鸡毛买卖鸡毛衣服啊 挣鸡毛钱开鸡毛不 拿钱直接就挣钱 那投房地产就得了吧 你妈生你干啥 你妈当时拿这个钱直接投他妈房地产 今天不挣了 不是挣你 就你他妈还律师 你懂啥你告诉我啊 美国那个房子 如果不是他妈这个 那个拥那个 拥有者自己拿的房子 你凭什么在上面盖房子 如果是他妈开发商自己拿的房去 人家为什么要预售呢 现房卖的更贵 为什么要预售呢 说白了你又贪又想挣钱 你想在这个中间中间获个利益 你想提前入这个盘 你要买个现房 回头到7房 完了7房到上现房以后你挣点钱 你想贪你还想挣钱 你还要政府给你兜底 你是干你妈的啊 对不对 凭什么要给你这个呢 我想问问你 你爹妈给你保证什么了 你爹妈给你带到这个人世间 都没保证让你当一个好人 你凭什么让政府给你兜底 让你买房挣钱呢 我就这么好好奇了 你告诉我 你多啥呀 为什么要给你保证呢 就你这个XX还律师帖子 你脑瓜子是绿的我信 你跟律师鸡毛关系都没有 你连人最基本该懂的道理你都不懂 一个政府给你批完地了以后 拿到预售许可证到现房中间 是开发商行为 开发商只需要跟银行去报备 我现在当前能不能拿下下一部分的款 懂吗 这个中间跟政府没有继毛关系 政府让不让你进去住 才是政府要考虑的东西 如果政府的这个给你检查完以后 质量不行是他需要担保的 听懂了吗 你不用跟这自圆其说了哥们 我但凡现在给你掉卖三秒钟 你能说得出来吗 你说一点说八点 你第一个论那个XX表现实脑瓜都不敢抬 你眼珠子给那就看着你那个稿 但凡你回答我一句话都是你意料之外的 来我现在告诉你 来你说吧 凭什么给你兜这个责任 我政府凭什么去替一个个人开发商去负责呢 我问你政府为什么要为开发商去背书呢 你如果你妈你就买现房 一句话简单 你把嘴闭上 你把嘴闭上 你记住了 你不用跟人念 你像XX是你低了个凑稿 你得跟人念念 完了以后你打算拿钱 是不是 你记住我这个鸭麦一说话 一句话你都听不见 你记住了 你要不愿意兜这个底 你要不愿意有人给个风险的话 那你就买现房 你买现房就好了吗 谁他妈让你买七房了 七房到现房 所以说你想挣中间这个钱 你但凡想挣钱 这叫投资 投资必然有风险 听懂了吗 你可以买现房 谁让你不买现房了 对不对 你活他妈该呀 你该呀 你给你妈骨灰盒搭进去了 你该呀 谁让你买七房了 你风险你不是要承担吗 我骂你咋的了 没毛病啊 我骂你 我骂的是狗 你记住了 你现实人妈 你都分不清楚 你买这个XXX 平时政府为什么给你负责 我想问一下 你长大了以后活成这个XXX 谁来替你负责 是不是应该给你爹妈枪毙了 我问问你 你混成这个XXX 爹妈要不要给你负责 政府凭什么给你负责 一XXX二的 三秒来我听听这个话我重不重复来 你说 好你说完了是吧 来三秒钟你开始说 我看这个稿你重不重复 我问你 我最开始在抖音下面评论了一句什么话 我问你 我不知道啊 你评论啥 跟我有啥关系啊 哥们 对吧 我直播间七八千人 我去看你评论 你怎么这么拿自己当回事呢 你买没买房子 你死不死跟谁有啥关系啊 哥们 你妈生没生 你把你生成什么XXX 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说白了今天要不是互联网把你带到我面前 你死在屋里 七天之后 才能有人发现 你都不发抽味 都没人知道 你给我叫什么板呢 在这啊 怎么这么有意思 你如果你妈呢 你就记住 一句话 买现房 才没有风险 买七房风险 自己承担 就这么简单 政府给你许可证 不代表保证他让你拿到现房 如果是的话 人人投资房地产就合了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你叫什么板呢 你在这有啥话说的 负什么责任 政府对你这个XXX要不要负责 我觉得政府最应该负责任就是 像你这种人 应该跟他们监狱里面去回炉两年 或者给你塞灰你妈 你那个T黑超时的地方给你塞灰去 然后让你重新回炉重新投胎 你知道吗 这是应该负责的 我告诉你投资行为 没有任何人需要去为你负责 对不对 继续我没拿你当人 我继续骂 我跟你实不相反 就我这种语速这么骂你 我能骂一宿 我现实语音狂喷王子 我2002年在语音市聊天市毕业的 就你这XXX的 你还给我拿点旧板 你还要跟我押卖 你当你妈律师 你是哪的律师 你告诉我 你律师证是多少 你给我说给我听听 你考的是哪门的律师 你告诉我 我问问你 中国政府现在如果给你批了一个预售许可证 谁他们要为你保证它成为一个县房 给你兜底呢 我想问问你 你到时候装修装什么样 你动动你那个小脑子想想 你一天那个讲话从早到晚 总觉得自己挺有学问的 跟这个对对线 跟那个对对线 你觉得这个你想明白 你想明白 美国也不管 然后怎么办 我问你 美国现在也告诉你 也不管你吹嘻包牛逼呢 你说完了以后美国也不管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 有义务让你从一个穷人变成富人 尤其是用这种偷鸡取巧的方式 听懂了吗 全世界哪是 你告诉我 我没说完 我可以继续说 我继续说 来我告诉你 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没有任何一个政府 需要让你这种偷鸡取巧的人 在里面挣着钱 你记住 但凡你想挣钱 你想投资 投资一定伴随风险 中国政府给你的这个资质 我告诉你 只给你担保 你这块地确实是你的 你确实是有盖的这个 有这个这个资质 所以你可以盖房子 你可以预售 但是没有人在给你担保 这房子一定会变成现房 变不变成现房 是你跟开发商中间去讨论的 你不用购买7房的 全都是投资的人 就这么简单 任何买7房买7货的 都是投资行为 投资行为 就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你不用叫 你就是偷鸡取巧 知道吗 你就是偷鸡取巧 现房为什么不买 我问你 在你买房那一年 是不是没有现房 在你买房那一年 有没有现房 你回答我问题 在你买房的时候 为什么不买现房 你把你那个傻的耳朵打开 听听我说话 在你买房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买现房 你买房的时候 为什么不买现房 现房你妈死屋里面了吗 我问问你 为什么不买现房 你跟我说 你先 好了 那个 由于攻击了对方的家人 所以导致那个 导致抬走了 距离重庆开播 还剩40秒 扣包合理 距离重庆开播还剩20秒 感谢客卖的那个大跑车 感谢建兔大跑车 距离重庆开播还剩10秒 好 来倒计时 9 8 7 6 5 4 3 感谢Joker的大跑车 2 1 破窍 怎么又 怎么重新计时 怎么又一分钟啊 好 感谢迟迟迟的大游轮 重新计时了还剩30秒 封两遍呢 感谢如鱼果大跑车啊 我开着扒拉扒拉 为什么 就是在等这一刻 就是因为 隔斗这边 说重一点都不行 我拔着一宿在等什么 就是为了这一刻 就是要找一个理直气壮的 脑烟这么大点的玩意儿 对 谈两遍所以说封两遍啊 来还剩3秒 2 1 开始直播 用户逼的那个游轻 掌声游轻 你上来继续逼 上来 人呢 点连麦 刚才那小子哪去了 我叫啥了 用力逼的逼了多少号了 足打个一分钟 没大事 个巴拉巴拉没大事 现在义父给那边讨屎 那小子叫啥来的 胡敬瑶 多少号了 我猜这还有个叫碎龙的 说个话我听见来 说个话我听见 碎龙 碎龙也来了 这今天怎么的呢 天见横幅了 这是碎龙吗 不说话 不说话给他提了 扣他50年 来刚才那是多少号了 刚才那个用户名 那是多少号 哪个是他 我来个抬一下 我看这个是不是啊 626624级这个 6246是不是你 说话 一看就不是你给踢了 是你的话上来往勿哭 没人吗 你给我报废 来49665是不是你 说话来 是不是你 说话来 滚下不是 来 11226是不是你 来记得币卖知道 8033啊 8033啊 8033结尾 OK 哪去了 老弟 2房60房呢 当时 当时现房为啥不买 好奇了 没了 跑了 尿唧唧的 酷鸟尿地呢 8033没有 没有 没申请连卖 哪个 109 1097啊 1097啊 我看啊 1097 我看啊 也没有 胡静元 1097 没有啊 1097 哪是1097 对啊 1097开头吗 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1097开头的 我检查好几遍了 静瑶啊 静瑶 胡造谣 胡造谣了 这回 又是胡律师 对 这个也叫胡律师 预售和现房价一样 你这么想吧 其实反过来想很简单 如果他预售卖的跟现房的价一样 你要买等一两年的吗 简单吗 哼 他不得比现房的便宜吗 不得不得不得是盖完了以后是本地区最新的房子 他要比别的地方价格高 你要占着便宜你才会干嘛 你占着便宜你干 其实这就是你赚的 你赚的 这就叫投资 投资就一定有风险 没风险倒是摆在那 那你那么说现房谁买啊 全都买七房的了 对吧 还来不来了 连不连了还 服了 啊 律师同学 胡律师 胡律师 胡律师在家疯狂打喷嚏 没有 没了 1097来了 来来来点上麦点点麦点点上来 你咱去哪呢 点那麦1097 叫废虎 没有啊 废虎啊 来啊废虎 接着喽 你还给我整个缓冰之计 来你接骂 我看你骂多长时间 我能骂明天早上 真的 我不骗你 我真不骗你 我直播间有一个叫 这个二级灯牌 苏格拉底斜杠队长 苏格拉底虽然现在是自己人 但是我还得把这事说一嘴 你问问他 我能不能按你多长时间 苏格拉底当时一手挑战 整个半个多小时 没喘上气的 你还敢跟我交板吗 你骂多长时间 上啊1097 来点连麦 我觉得这话说的挺有道理 政府给你发结婚证 怎么还得保证你不离婚呢 哎 你这没毛病 这个例子举的恰当 物理老师呢 不到 没了 小胡 小胡嘎了 小胡不敢上了 狐狸师怂了 感谢台湘首座的 一点心意啊 来我看看 现实不行啊 你们自己看着啊 连麦列表啊 个巴拉巴拉 这边盯着连麦列表 1097开头的啊 那个进了叫我啊 好奇为啥不敢让人说话 哥们你记住 这是抖音平台 平台有平台的规则 明白吧 我不 我一点不不记恨这个规则 说一会儿给你封了 两会儿给你扣分 每一个平台都该有自己的规则 我倡导什么 我不倡导什么 我是商家 我有自己的行为规范 就这么简单 他不让你说 所以你就不要在这说 哪能说 你上能说的地方去 他说被踢了 不是他搁哪说 被踢了 我这连麦 我这连麦都没有 我搁哪给你踢了 我好奇了 要吃冰糕啊 家里一来写就要吃冰糕 你点连麦不就完了吗 这么麦上这么多连麦的 我给你 怎么给你踢的 你告诉我 现实被踢了 阿姨过来给你一肥脚 是吧 大半夜的一点来 中间踢了手机 你阿姨过来 光给你脱鞋都踢肥 光给你大肥脚 欢迎我尊贵的 尊贵的提督 天然富黑 对面麦满了 这边麦都排满了 人呢 来呀上来呀 只能一百个呀 把麦关了 不是活的 不要点点麦好吧 来 1097 来这回有地方了 不是你们别人别点不行吗 你留给胡律师点不行吗 哭哭给这点呢 7080 又都点上了 能不能抢上 现实手指都不分半啊 胡律师 你是现实手指都不分半吗 手指他跟手指中间有压掌 有压谱 一百个位置没等到你 等了十来秒 没等到 来我看看有没有啊 1097 上去了 跟哪呢 来来来 给他点上来 1097 这儿呢 来 10号卖去 来 来小胡啊 是你吗 你说不过就不要提我 好了 我把这边管了 没有任何问题 我跟你说 哪说不过你了 咱俩新平息和一人一句说吧 不然这样 我突然被 不是 能不能一人一句说啊 可以 我突然被结束 什么意思你说 你被 我 我他妈直播结束了 你说 房塌了 所以你死里头了 你像撒嘴儿似的你 来 我问问你 被提出来了吗 因为我屋 我屋刚才疯了 能不能听懂 我刚才直播间疯了 你像撒 不好意思 来 我再给你重新说一遍啊 买房 七房 给你颁发的是 预售许可证 你的房子能不能竣工 是你跟开发商之间签的合约 合约当中有没有写存在风险 你可以追究开发商 房子竣工了以后 政府来给你检查 质量出问题 可以找政府 明白吧 借用刚才在那边人 跟你说个非常经典的话 结婚证 是政府跟你发的 没人能担保你不离婚 没人担保你妈不出轨 明白吧 你听懂了吗 你说完了吗 我说完了 然后呢 我来跟你说 首先第一个 政府在整个房地产开发建设的过程中 肯定有监管的职责 第二个 以中国现在的房屋 咱俩一个一个一个说 第一个监管职责 来来来来 别念稿把嘴闭上来 第一个监管职责 管什么 我告诉你 如果开发商需要向银行贷款 政府监管的是 按照你的步骤 你达到了 比如说地基打完了 告诉银行 好允许了 你可以给他放第二笔款 然后楼梯盖完了 好 你可以放第三笔款 明白吗 政府中间的监管职责是按照步骤去给开发商放款 不是管这个房子能不能盖成 盖不成跟政府没有关系 是开发商跟银行之间的关系 懂了吗 你不是把开发商建设的吗 对啊 问你 有哪一个银行现在严格在履行这个职责 好 有哪一个银行没有履行这个职责 实名举报 说吧 不 你不是把房子能开发建设 我说了 我说都是 哪个不是 你低了你的身份证实名举报 要不你低了你妈身份证实名举报 来 咱们别滚刀 别滚刀 别想话说 哪个是 你低了身份证出来实名举报 哪个是 几百个项目是怎么 哪个是 我告诉你 几百个 横大的几百个项目 为什么会停摆 我告诉你 来听我跟你说 你把嘴闭上 你那个屁稿不念完 怎么停不了啊 把嘴闭上 我告诉你 为什么横大的中间会停摆 横大作为一个经营这个房地产 专门干房地产的一个商人 在他进钱了以后 他有两件事需要办 一解清自己的开销 二投资下一块地皮 听懂了吗 在第二这个这个点上面 他作为一个商家出现了大问题 你让我说完 你招啥急啊 您说 解清自己的开资是啥 是下面的这些工人该拿的钱 明白吧 以及他的所有工作人员该开的钱 第二点是要投资下一块地 因为这个中间是有利润的 他要拿钱出来去再买下一块地 以此类推 不停的去做的越来越大 他也是靠这个做到大的 明白吧 在这个步骤当中 实际上他在不在 我就跟你说 其实这个从法律上来讲 你要是但凡读过法律一点点 我这么跟你说 这个路口没有写 不准左转 那是可以左转 还是不可以左转 如果路口写了可以左转 是路口必须写可以左转 你才能左转 还是没写不让左转 你就可以左转 我问你 对于法律的理解应该怎么理解 法务禁止允许吗 你就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说 所以说 法律在 但是 法律没有禁止他不能拿钱去投资 你不允许 向公司的资金抽筒出去 不对 那是人家 我告诉你 这个资金 看你怎么定义 来 我告诉你 来 我告诉你 你不用着急说 你说一点 咱俩掰一点 你别压卖 压卖 我又骂你了 好吧 别压卖 我告诉你 说一点 说一点 法律 有没有禁止你拿这个资金去挪用 这个首先要看 你的公司把什么资金当做利润 对吧 这很简单 很容易理解 如果我这个月进账了以后 这个东西叫我的盈余 叫我的利润 我这钱就能拿去投资 如果我进的这个钱不是利润 这个东西叫公款 是你交进来 给我这个钱 拿来盖楼子钱 我去买别的 这个就不行 我现在问你 它是盈余还是公款 你说不行 我问你 它是盈余还是公款 你知道吗 我问你 我 我问你 你恒大的有没有 你能不能回答我问题 你老滚你妈刀 你是不是逼我骂你 它是盈余还是公款 你说它是盈余还是公款 它能拿出去花 就代表它把这个钱 听我跟你说 它能拿出去花 就代表它把这笔钱 变成了盈余 懂吗 它怎么套出去的 我告诉你 怎么套出去的 人家进了这个钱 你这月我进了一千万 我现实需要结账七百万 如果这个钱 我不作为一个盈余 到我的公司里变成收入 我如果不去报这个税的话 这就叫挪用公款 我把这钱拿到我公司里面 这算我公司的收入 变成我的利润 那我报完了税 这个钱就叫盈余 我拿这个盈余去投递 就没有问题 但是这种行为 非常之风险大 所以政府及时叫停 叫停你就立马停摆 所以这就叫爆雷 懂吗 这个就是法无禁止 皆为允许 懂了吗 政府监管你的实责 你到这个份上了 以后你才批这个钱 人家没有跳三步 说我地基还没盖 你直接是给了批封顶的费用 懂吗 我问你 你对这件事的了解 有没有到这个份上 是不是他地基还没开始盖 他已经拿到了封顶的钱 那是什么问题 我问你 你说呀 在这随便你说 你妈死了 你看我连这东西说 你说 来你说吧 我听听 好可以 你说吧 按照法律的规定 每一个项目公司 就是你说的 在银行如果有借口 如果这个 首先第一个 他应该在银行里面 有个专款专付 按照正常情况 所有的业主的购房款 不论是从银行按揭的 还是怎么样 要进到这个专款里 专账里面 是专门用于项目的进行建设 现在所有的银行 比如说就像你说的 你地基建完之后 给你批百分多少 你项目封顶之后百分多少 你的整个完工之后 按照节点应该给你支付 对呀 所有的银行 他钱全都拿走了 一下去 一下全拿了 好 我问你 你有没有 你不要问有没有 你别找那个 我们不禁要问那一处 闭嘴 把嘴闭上 我问你 你不要搞那种什么 那个 我们不禁要问 你时间也要问 别整那处 问你哪个银行没有 你拿出逻辑来说话 对吧 你不当律师 不用讲证据吗 凭空放话吗 哪个银行没有 哪个节点不是 你说出来 好 每个节点 每个节点都没有问题 恒大平白无故 亏空的银行几万个亿 我告诉你 为什么 为什么会导致这个 欠账的问题 几万个亿 我上没听说 那个几万个亿亏空 他妈钱哪去了 2.6万个亿 不是几万个亿 我告诉你 那是属于啥 那是房子没封顶 没交上 明白吗 那是房子 我不是在给恒大洗 我告诉你 他的投资行为 肯定是有问题 但是不代表你买房 有人对你 需要把你房子 变成现房做担保 你就是欺房投资 开发商跑路 没啥好说的 你投资行为失败了 我问问你 投资行为失败了 就这么简单 说啥呀 房子跟着摆着呢吗 政府不是给你保交楼政策了吗 对不对 履行监管的职责 履行监管职责 我告诉你 只需要监管什么 你房子盖到这个地步 我就给你拿这个钱 你像个傻单一样 来咱俩说一下价格 你把嘴闭上 你别跟着叫唤了 你别跟着叫唤了 你哭尽咬尽喊你 喊你妈呢 来我跟你讲 如果这一套房子 从头到尾 一共100块钱 咱拿这个事好说话 100块钱 你盖完地基10块 盖完了个框架10块 封完外墙10块 做完装修10块 如果是这么这么 一个一个步骤来的话 最终那个大头 如果在最后的话 这个公司就运作不了 公司必然要有利润 因为盖房子 不是说你种个苹果 年初你买的期货 年末有没有就知道了 盖房子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不可能把所有的利润 放到最后一笔 明白吧 所以在前面 他一定会产生利润 在每一笔放款的时候 都会有利润 这个利润 一个楼盘贡献5块钱 那个楼盘贡献5块钱 他就能再去买下一块地 这是人家的投资方式 明白吗 这种行为行不行不行 非常危险 所以说他被叫停了 叫停了以后 有没有人给你兜底 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为什么每一次我回答 你没有回答完了以后 你就开始说下一句了吗 你着急干啥去 你着急追随你妈九步吗 你妈还没过奈何桥呢 你稍等一会行不行 你让我把话说完 你回答我的问题 人家按照每一步去走的话 人家走不到尽头的话 不可能走到尽头 才拿最后的利润 明白吗 所以每一步都有 每一步里面的利润 每十个盘 我就拿一次的利润 去开下一个盘 有没有问题 我再一个告诉你 我不是给恒大喜 我不是给恒大喜 海花商投资 圈地投资 就是这么玩的 你愿意先期进来买这个七房 就代表你是我的合伙人 为啥 在我还没有房子的时候 你把钱给我 这样我才能有钱 你说亏了谁的钱 亏了谁的钱 那是你愿意投 那就风险投资 懂吗 投资就该负担风险 你的风险就是有可能交不出房 那今天发生这种结果了 还有国家给你兜底 国家需要对你负你妈什么责 国家让你在他妈产院出生 让你有落地户口 就已经是对你负的最大责任了 让你感受过九年义务之教育 已经责任已经该尽的尽完了 明白吗 国家不需要对你的人品 不需要对你的人生 对你的投资行为去负责 听懂了吗 我说完了你说吧 好你说 我现在要问你 你刚才说房地产开发生在建设阶段就产生利润 利润哪来的 你给我解释一下 我告诉你 一笔款 在房积前卷 居然产生了利润 不是 我告诉你 利润哪来的 当我具备了 当我具备了预售证的时候 有你这种投资取巧的人 投机取巧的人 你愿意先来投资的人 我首先具备预售证 从你身上就能出利润 明白吗 有一个 如果这地方 这个盘里面一个人都不买 你不会做第一个 我说你没有卖房都有利润了 你预售了 你愿意买呀 对不对 你愿意买了 我问问你 一个大的 一个大的这个产业 是不是需要整个产业链都是自己的 来我告诉你 来我告诉你 这个中间包工头工资结不结 原料钱买不买 原料是要买别人的 还是自己产的 包工头它产生的利润 包工头是自己的 还是别人的 它产不产生利润 所有人都按最低底金拿吗 然后这个房封顶了以后 最后拿佣金吗 不可能吧 中间你必须得 你中间原材料 恒大如果自己产原材料的话 怎么说 恒大自己产水泥的话 怎么说 有没有利润 是不是旗下的 是不是旗下的公司 我问你 是不是旗下的公司 我可以问你 是不是旗下的公司 你不是搞房地产建 我告诉你了 如果做到那个体量 连油漆都要自己产 这样利润才大 听懂了吗 你说你是搞 你是搞房地产开发 建商就是这样的 你先从房屋利润上 上面去拿利润 等你挣着钱了以后 再从别的更多的地方去拿挖利润 包括整个装修团队 施工团队 统统拥有自己的人 然后这样才能将利润最大化 你懂吗 银行旅不旅行 现在恒大不是没有人给你兜底 好吧 你现在讨论一个重点 你别第二了 讨论一个重点 不是没有人兜底 保交楼政策已经给了 听不听懂 不是说他跑了以后拉倒了 你钱赵交 谁怎么办 碧桂园 碧桂园先咋的了 倒了 现在倒了 现在这么多项目烂尾 人家现在有结果了吗 人家没说你招啥机你买了 你现实买40万房子 选手你招啥机 你维权 人家有保交楼政策 保证给你兜底了都 你还逼逼啥呢 你看 那你这不是矛盾了吗 我矛盾啥 保交楼政策摆着 实际上前面你说的都是废话 我们在讨论的只是 你的投资行为 要不要有人给你兜底 明白吗 你的投资行为 本身已经有人兜底了 懂吗 你不是政府不应该兜底 为什么要保交楼 政府为什么不要兜底 因为像你这种 太多了 你输不起 你容易自杀 说白了 你但凡你妈你要有钱的话 我说实话 你家但凡有撒瓜雅枣 你去买那个房子 你买完了以后 都给你交不出来 你现实输不起 你得带着你妈一起走 你妈现在先走 给你拢着了 你像傻子 赶紧下去 赶紧打开窗 现在跳去 赶紧追随你妈脚步 赶紧你妈马上过奈何桥了 你还能喝口热乎团 你像傻子的 那都他妈已经给你保交楼政策了 你又十年没交 他违规了 谁他妈替你负责 你像傻子人似的 我就怎么这么好奇 像你这种人 是怎么活这么大的呢 我好奇了 政府给你承担你妈责任 你现在是个废人 政府要不要承担责任 我告诉你 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严格管控 你像你这种废人 你是当初生出了以后 受的什么 教育 你为什么会到今天 这个 政府该负责是你这种废物 明白吧 政府的政策是什么 是一概保证所有人活着 所有人开心幸福的活着 明白吧 像你这种傻子 买完房子买错了以后 你也得给你兜底 这就是政府的责任 这就是政府能给你东西 政府还得怎么着 让你当个官 就你这个 你能干啥 你告诉我 你现实吃啥 杀不上 干啥 啥不行 你妈死了 你都不去出去 你像傻的人 你给我叫什么板 在这 我怎么这么有意思呢 你是投钱了 还是怎么着 你要觉得政府不行 你就第一个算钱老花 现在走向上美国 就这么简单 你觉得美国好 你现在出去 你为什么不去呢 把你那个 长得卖了20万 卖出去以后 你直接走向上美国得了 你为什么留下呢 美国那么好 你为什么不去呢 你哭你妈呢 你在这 你带你妈去啊 有时候推你妈出去啊 你跟你全家一起走向去 你为什么留在国内 你赖着你一点 你有什么好一点呢 我好奇了 就你这个 谈什么一点 哥们 你有啥 你懂啥 你会啥呀 你在社会上 吃过一口好肉 你见过钱吗 你懂什么 叫运作模式吗 你叫唤你妈呢 在这 你跟你妈出去走向啊 你上桌刮多耳啊 你让你妈伺候南美的那个大哥去啊 对不对 你他妈上美国去捏脚啊 傻 你在通过留着干啥啊 那么好 你为什么不去差钱吗 我给你重仇 我给你水地仇 我给你脑瓜林经师 你信吗 要不要 你要不要出国啊 这么不好 你怎么不去呢 你继续 我继续呢 我问你为什么不去 你在国内赖着干你妈 你抓紧走啊 对不对 你妈都出发 为什么你不跟着去 你告诉我 你让绝对不行 你重新练号啊 不是我走 是你走了呀 我走了 我回来呀 我尽出自由啊 哥们 我现在我尽出自由 然后怎么着了 我还挣着钱了 你难受吗 我像你是个傻的人生吗 你为什么买个房子 十年不交给你呢 为什么十年交给你 不交给你 把房子还不往处卖呢 为什么你不拒出一则呢 是因为你想从这开发生 生生捞到更多的钱 说白了 你想通过维旋 还想他妈 一下子一夜暴富 你还想挣点钱 你这种人 这辈子一点苦吃不了 现实你巴巴上不了 叔叔读不了 你啥也干不了 你想通过买个房子 直接达成一月暴富 中国这么多房子 让你这个 挣着钱 可能吗 你记住 到哪里都是韭菜 你到美国 你也是刷碗选手 你不刷碗 你也是捏脚选手 你不是 你妈现实干按摩的 你妈天天摸个大黑脚丫子 知道吗 你俩现实给美国 你俩租个合租屋 现实晚上 你妈老子你岁 你现在三十好几岁了 你 你啥用没有 你现实啥能没有 你给我叫啥法 你行你出国吗 对不对 这么简单 就你这个 谁给你兜底 兜啥底 你妈都绝望了 你哪给我说啥的 你像傻的人似的 我怎么这么好奇了 像你这个 你买个房子 这没人给你兜底 没人保证你挣钱了 你逼逼了 你上美国去溜达溜达 对不对 美国保证你进入美国境内 怎么的 还让你保证你当总统 美国保证你刷碗 一天都能挣多钱了 对不对 你逼逼啥呢 还政府给你保证 哪保证你上哪去 对不对 你上封都县 你把你寿命 直接直接交起 交给直播间所有人 把你那个寿命 全都能允给所有人 然后你直接上封都县 阎王爷说了 给你保证在封都县 分套房 县房 你跟你妈俩 住他妈两世一厅 你很像大傻XX的你 对不对 你有啥好叫 你行你去嘛 对不对 你妈的妹之声 你叫唤啥呢 我正有意思了 你花钱买房子 你他妈二十几岁 你结婚的时候 你钱哪来的 我想问问 你妈买的吗 你妈妹之声 你叫唤啥 我怎么这么好奇了 房子十年不交 你都不着急 你喜欢现实跟别人跑了 我问问你 你他妈敢啥 我问你 就你这XXX 一直干在互联网上 发话声 你那么牛逼的话 你发视频 调你身份证实名举报啊 你跟我唠啥呀 对不对 你拿你身份证实名举报 人家怎么跟你说的呀 谁他妈有义务 为你兜体 你像啥XXX的你 你买点东西 收不着 跟人有什么关系 你告诉我 法律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 是我保证该保证的 没有人需要对你投资行为保证 法律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 我告诉你 就是这 社会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 让你这个XXX 健健康康 长大 像个人似的 但至于你选不选到人道去活着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你听懂了吗 法律有什么义务 要要求你做个好人呢 你不做好人可以呀 你愿意这XXXX 可以呀 没人管你 这就是自由啊 懂不懂 像你XXXX在美国 你就应该当然 在马路上一躺 你现实跟你妈要饭 你妈挂个碗 你可旁边弹个吉他 你弹起你旁边的东布拉 你送送你妈 对不对 你现实有啥用 好了 那个女生们先生们 由于喊妈量太高 暂时被抬走啊 好了 女生们先生们 回来吧 好好好 又抬走 那蛤蟆量也太高了 歇会儿吧 歇会儿 喝口嘴 陪一个 咱们